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月光9月份的营收296亿 他一罰只罰300万跟296亿 这个事情高雄的法院 高雄的地刑法官说到 我们已经判到最重了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法官好诚恳 很诚恳的做坏事 这个就是坏事 你真正的杀人犯 我不是你真的拿起刀子来捅在人家身上 是当如果说你看到这样子恶劣的企业 然后 他排的那么有剧毒的废水 污染了数百公顷的粮田 这是事实了 那你要怎么样去推论说 到最后法官居然说 因为检察官他只有一条鱼的检体 因为你踩证只有70天以后 你中间你要把它连结到无罪 你用一个非常迂回的方法去连结 你其实只要说他就排了这个事情 你是不是有毒这个事情是不是解决 他排的东西难道是没有毒的吗 你还要去用他后面 当然除了法官之外 检察官以及环保署当地 高雄市政府 他本身有没有轻忽 有没有放纵 纵容有没有毒职 其实所有连结到我们刚刚看顶星的案子 一个这么大的企业 你看哦 当法院要求高雄附近的五个大学 来帮忙做检验的时候 五个大学都拒绝 都不敢 为什么 我跟你讲 各位观众 你以为我们坐在这里 我们来批判财团 我们很愉快吗 你不知道财团背后有人 有钱 有学界 他们有多少吗 为什么大学连大学都不敢得罪财团 好那你想想看 如果说一个法官 他在写这个案子的时候 他判了三百万 我们骂骂骂骂 骂两天骂一个礼拜 过去了 就好 人一下 那之后呢 如果他判得很重之后 法官他有没有他的压力 还是他要 他这个法官他到底要干嘛 这样子的案子 如果我们大家都看过 那个美国电影有不妥协 那个 太平洋瓦电公司 美国那个公司 他只不过是污染一个小镇的居民 他判赔一亿三千三百万美金 给当地那些居民去分 因为那些人会致癌 以至于必须用它来赔付他们当地 那以这样子的公司 如果按照犯案的比例的话 对不起 请问你判三十亿美金都不止 因为数百公顷粮田 污染台湾的榆米之乡 那我回过台来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的司法体制 我们司法 我们的检察官 包括那个一年都不起诉 顶星 到现在千夫所指 你才赶快去起诉他 那样子的检察官 跟这样子的法官 我们的社会 为什么 我很感慨的是 为什么全世界的国家 从最不清楚 我们最瞧不起的中国大陆 一直到我们瞧不起的日本 以及我们所尊敬的欧美国家 他们每次发生一个大案子 都可以用赏散罚恶 然后建立公益 带着社会往前走 因为说法律说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来看到 那如果这个铜跟镍 到了这个溪流里头去 到底应该怎么认知 高院的这个承判长告诉大家 如果能因为有铜跟镍的 这个成分验出来 就代表它会危害人体 那要怎么样才叫危害人体 所以我请教邱玉老师 那这个是到底是法官有问题 还是你环保局给的资料 就太慢嘛 就太糟 证据就是薄落 所以今天判出这个结果 日月光排放污水 那么污染了后进溪的问题 其实由来已久 也很多人向高雄市环保局去检举 所以第一个责任 在高雄市环保局 你接受了很多的检举 为什么没有立即的 那么去搜集检体 所以第一个高雄的环保局 要负第一个责任 也就是它拖延了很长的时间 使得现在所送给检方的检体 本身证据力不足 第二个高雄地检署 本身在起诉这个案子的时候 大家不要忘掉 日月光的老董张前生是没有起诉的 他的副总经理主管那个厂的 也没有起诉 甚至连厂长都没事 他只是厂务处长 第二个他起诉的是什么 排放毒物公共危险罪 你当然不容易成立 好 那你今天检方用这样子表面上 很高调的罪名去起诉 这些所谓的比较中低层的 日月光的干部 其实中间有没有意图放水 我觉得要检视他 好 那到了法院 当然法官也不敢重判 所以法官也高高拿起 轻轻放下 所以环保局地检署再到法院 我觉得三观让日月光就此可以 轻记过关啊 好 轻记过关之后呢 鼎欣就在这里有信心了嘛 我们待会儿回来继续看